這件事大家都試過的了 也沒有誰從小到大在成長過程當中沒有試過痛的 今天最主要都希望跟過往的講座有點不同 今天都會有少少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都希望大家去參與的 待會在PowerPoint的中後段那段時間 都會有少少的exercise給大家去看一下 都希望大家去參與 多一些的去開聲 說回你看到些什麼 因為這個也很幫助我們如何舒緩我們一些痛的痛感 好了 語痛同行 講起痛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詞語叫疼痛 疼痛 為什麼這麼多詞咀出來了 疼痛這件事原來當中有兩個主要很大的元素 一個就是疼 一個就是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到 為什麼疼和痛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看到那個疼 看到很多釘刺進去 有個人就逐一支釘拔出來 看到這個圖都覺得很痛 那究竟疼和痛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疼和痛都是形容著痛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疼就多於 比較解釋的是一種感覺 一種感受 因為一些的疾病 一些的刺激 或者一些的創傷 導致到這個痛 痛就多數是 偏向於身體上面的 肉體上面的痛 譬如說我拿一支釘 刺一刺你 刺一刺你的手 你的手就會覺得痛 疼就是說 其實原來痛有不同的程度 究竟有多痛呢 是比較少少痛 很痛 劇痛 還是什麼呢 原來疼和痛就是有感覺的 還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身體上面的痛 所以這個就會解釋得到 為什麼 待會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同樣的痛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程度呢 所以總括來說 痛就是一個身體上面的感覺 疼就是一個情緒上面 感官上面的感覺 好了 那什麼是痛 然後痛就是一種感覺 剛才講過 而這種感覺就是一種很主觀的感覺 痛的感覺是因人而異的 不同的人 甚至乎男和女 對於痛的感覺 都可以是不同的 還有小朋友 成年人 老年人 我們不同的年齡層 對於痛的感覺 都可以是不同的 也是很主觀的 沒有什麼說 為什麼 好像這幅圖 被大樓釘刺刺刺刺刺刺痛得這麼誇張 因為痛就是純粹一種好主觀的 我覺得痛就是痛了 我覺得有多痛就是有多痛 這個是因人而異的 另外痛是一種感受 原來這一種的感受就是個人的經驗 發生的時候的狀態和情緒等因素受到影響的 如果一個人 他的過往的經歷 或者經驗 或者狀態都是比較沉一些 比較悲觀一些的 或者比較不開心一些的 原來他對於痛的感覺是敏感一些的 是特別 覺得是痛一些的 但是相反這個人如果比較樂觀一些 開朗一些 外向一些 可能他接受痛的程度 相對來說也有機會是會大一些的 這個是很主觀的一個感覺 還有一種很個人的感受 另外痛就是一種表達 就是反映他不適和不舒服的感覺狀態 痛也是一種強度來的 不過這個強度就不一定跟刺激成正比的 就是等於一個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經驗呢 就是說可能呢 媽媽那些 他在一個煮東西的時候呢 或者一些做廚房的人呢 他相對地對於痛的接受程度呢 也有可能會高一些的 因為很多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在一個鍋裡面蒸了一些菜 拿個碟出來的時候呢 可能媽媽呢 就不一定要把布墊著的 當然除非你說很滾很熱啦 但是呢 可能呢 比較少做廚房的一些呢 就是比較少煮飯啊 煮東西那些呢 可能他拿個碟就覺得很辣了 那為什麼可能呢 媽媽呢 他拿個碟的時候呢 就相對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很辣的樣子 那些媽媽呢 經常都說了就是說 嘿 我都拿到韌皮韌骨了 那原來呢 這個呢 就是說 那個痛的強度呢 就不一定跟刺激成正比的 同一隻碟 可能呢 媽媽拿出來 跟一個子女拿出來呢 其他人拿出來呢 可能呢 對熱的那個痛 導致到刺激到她的痛的感覺呢 可能會不同的 所以呢 痛呢 是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是很主觀的 也都是一種感受 這種感受呢 就是避受我們過往的經驗 會影響著我們的 還有呢 這個強度呢 就不一定成正比的 跟那個刺激 所以總括來說呢 痛呢 就因人而異了 那痛呢 有什麼叫種類呢 痛呢 最主要一件事呢 就是說 有急性的痛 就是說即時發生的 主要比如說你撞傷 扭傷 或者一些疾病引起的即時的痛 而另外呢 就是一種叫做慢性前期 就介乎這個急性的痛 和慢性的痛之間的 而慢性的痛楚呢 就可能呢 很多年長的長者都會比較經歷比較多一點點 就說這種痛楚呢 就持續六個月或以上 而這種痛呢 持續的存在的 或者間歇性出現的 而容易導致到呢 影響到我們的情緒的 例如會令到我們有抑鬱 燒慮 失眠 和影響到我們的社交生活的 那這個是慢性痛楚呢 例如風濕 或者是做骨神經痛等等這些 這些是一些長期的痛來的 那還有呢 它的痛是持續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痛一下 沒那麼痛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面對這些痛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我們自己呢 第一 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我們會擔心 或者影響到我們的社交生活 我們就不願意 也都不想 也都不敢 就是經常出去 或者去得遠的地方的 那所以呢 痛這三種呢 就是急性的痛 慢性的痛 和慢性前期的痛 那但是有一種痛呢 就比較嚴重一點點 就是一些癌症的病患者的經歷來的 就是一些癌症的病 導致到產生了疼痛 而這些疼痛呢 可能真的是很厲害的 甚至乎用了一些比較重一點點的止痛藥物的 大家聽到呢 例如一些的孖啡 這些止痛藥 好了 那究竟呢 痛呢 是怎樣會影響到我們呢 當然了 痛呢 就會影響到我們身體上面 和心理上面的 那今天最主要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析了 究竟痛是什麼呢 怎樣解釋痛呢 從而呢 也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如何舒緩他們的痛 大家都知道了 有些痛呢 是無可避免的 你拿不走的 甚至乎你吃藥呢 都未必百分之百可以幫到你呢 令到你自己不痛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研究呢 就是說 我們怎樣去看痛 去認識痛這件事 或者管理痛這件事呢 是可以幫到我們呢 舒緩到我們的痛 在程度上呢 可以幫到我們呢 是沒有那麼痛的 在身體上面呢 究竟疼不疼有什麼影響呢 當痛出現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呢 就會影響我們的活動能力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呢 比如說功縮骨痛啊 或者坐骨神經痛啊 等等這些 當這些的痛去圍繞著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想動了 因為我們痛的嘛 我們動的時候會令到我們不舒服的嘛 所以我們就不想動了 越不想動的時候呢 我們的肌肉呢 我們的活動能力呢 就會受到影響了 也都會令到我們呢 越來越好像不夠力啊 或者是那個力的運用得不太好 所以呢 就產生了很多一些負面的感覺了 或者一些的感受了 或者一些甚至乎一些身體上面的反應了 很多時候呢 有些的物理治療師的朋友呢 都會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啊 它最困難呢 就是說 當個病人呢 在康復的過程當中呢 他避了這個痛 他不肯去做一些的治療 一些的運動 一些的exercise 以致到呢 就是他們俗語講呢 好像越來越硬梗 就會影響到那個康復的過程 但是有一些呢 比較積極一點的 引一時之痛 慢慢慢慢去跟著治療師 或者醫護人員的指引 去做一些的運動 一些的動作 去幫助 去舒緩 或者去康復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為什麼有些人去面對痛的時候 會採取一些逃避的態度呢 而有些人為什麼是積極的呢 究竟逃避和積極對於這個痛有什麼的影響呢 那個復元的程度有什麼的關係呢 那我們稍後呢 都會去分享的 原來在情緒上面呢 當我們痛的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不開心了 甚至乎呢 我們想收起來了 不敢去那麼多的社交活動 或者出去面對人了 是不想讓人知道呢 這個痛對外來講有很多的影響的 也都不敢出街 也都懶得去做一些的社交活動 那整個都躲在自己 藏在自己 去單獨地面對這個痛 久而久之就產生了很多的焦慮和很生氣 為什麼我要這麼痛呢 為什麼我有這些的痛呢 為什麼會影響到我這麼多東西呢 所以原來這個情緒上面呢 身體上面的痛會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而我們的情緒也都會加劇了 加深了我們痛的痛感或者程度的 所以我們就要現在很多的輔導學上面 心理學上面呢 都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痛 以及怎樣去做這個舒緩這個痛 儘管有些的痛是解決不了 拿不走 但是我們呢 可以做一些的事情 去幫助我們去舒緩這個痛 首先呢 我們做這些一切的舒緩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理解一下 究竟什麼是痛呢 然後很多的醫護人員呢 都研究了很多痛的理論的 痛就痛的啦 為什麼有什麼理論呢 但是原來呢 當我們認識了 了解了多一些導致我們痛的不同的解釋的時候呢 它的確也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懂得怎樣去面對這個痛 還有做一些事情去舒緩這個痛 就是說我們由一個被動的 去走向一個主動的位置 那麼這個呢 早期呢 就以生理因素為本的 主要呢 就是去解釋痛呢 就是一些 主要從生理的角度去解釋痛 就是說當我們呢 受傷的時候 我們呢 就立即呢 就會激發到一些的疼痛的接收器呢 在我們的體內 體內 透過一些疼痛的纖維呢 就將這些的痛感呢 就去透過我們的脊水墳經呢 一個路徑去通知 我們的大腦中書 去告訴我們 痛了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說 神給了我們呢 覺得痛呢 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了痛的那種感覺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究竟哪一部分去受傷了 那麼這個可以是很危險的 所以呢 痛呢 就是一個很短 很快的距離 他給我們通知我們的大腦中書 就告訴我們 啊 我們身體哪一個部分呢 是出現了問題 我們要面對 我們要去處理它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可能呢 就會令到我們更加受傷的 那麼所以在早期的時候呢 解釋痛呢 就純粹是 主要是一個生理上面 身體上面的出發點 去解釋這個痛的 接著 近期一點 我們就會解釋到呢 痛呢 就是一種很複雜 多向度的經驗 當中呢 包括一種感覺 情緒 和認知評估 三個主要的部分 去形成 解釋這個痛 那就是說呢 痛這件事呢 就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情感 就是說 經過我們一些的經驗 我們的經歷 和我們怎麼樣去評估和解釋這個痛 而導致我們怎麼樣 和可不可以做到舒緩 我們沒有那麼痛這件事了 那就開始呢 就是說 從一個被動的 轉為一個主動了 去做一些的東西 去舒緩我們痛這件事了 所以呢 就產生了 近期就產生了這個 對痛的控制和管理了 那控制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 痛的控制呢 就是說 令到痛的那個人呢 去減少痛不痛的感受 那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未必可以減少到這個痛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的東西 去減少這個痛的感受 從而達到這個舒緩這個痛這件事 那另外呢 痛的管理了 當然呢 我們去知道 我們要在情緒上 我們可能做一些的東西 去幫我們減少這個疼痛的感受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做這些東西呢 就是透過痛的管理了 例如一些認知呢 我們對痛有多一些的認識 可能比如說 關節痛 或者坐骨神經痛 那我們就一定要了解了 什麼因素導致到這些情況出現呢 我們可以避免它呢 或者改善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裏面 例如 我們不可以經常坐 或者不可以經常站的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運動的 我們要做哪些呢 我們怎麼樣去做呢 去配合 去減少這個痛的深度 和那個程度的 那所以呢 開始對痛的一件事呢 就是說 我們要日常生活裏面呢 我們要做一些東西 我們去配合這個痛 從而去舒緩這個痛的程度的 那 原來呢 我們個人呢 可以從自己或者環境的角度來呢 解釋一些事物的傾向的 即是說 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怎麼看痛的一件事呢 那 原來呢 控制的痛的一件事呢 就很視乎我們去怎樣解釋 和去感受痛的一件事呢 例如 控制員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來向的控制員呢 就是我們確訊呢 我們自己可以做一些的事情 去掌握我們自己身體的情況的 去掌握我們自己身體的情況的 對自己的行為的結果呢 相對地是有把握一些的 就是說 當痛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會主動用這些的方法 去幫我們自己減少這個痛 或者舒緩這個痛 那我們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去多一些呢 去接觸身邊的人 事物 或者透過一些的醫護人員 或者一些的知識層面上面呢 我們去知道痛 我們這種痛為什麼會出現 有什麼的方法可以配合到這個痛 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題目 與痛同行 怎樣跟它一起共存呢 雖然我們踢它不走 拿它不開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跟它共存呢 而另外呢 相反有一些的人呢 就是一些外向控制員的人呢 就比較被動了 他經常就說 我不運氣不好啦 我這個命運來的 我的命生成這樣 我都沒有辦法的 痛就痛啦 我都做不到些什麼東西 醫生都說 醫不了的啦 吃藥又幫不了的啦 那就任由它啦 結果呢 就反而產生了一種悲觀的心態的時候呢 它更加加劇了 那個痛感 所以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面對痛這件事的時候呢 現在越來越多都會是教導我們了解多一些有關的資訊 當我們面對痛的時候呢 我們尋求多一些的醫護人員呢 或者有痛這些經驗的人呢 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地方呢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我們找一些策略去幫助我們舒緩這個痛 記住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未必可以踢得走這些痛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呢 就是舒緩這些痛 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痛感呢 是源自於我們的心理因素 還有我們過往的經歷 還有現在呢 有很多的方法呢 例如轉移這個注意力呢 這些的方法呢 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去舒緩這個痛 好了 控制這個痛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很自然大家會想起一些藥物 而這些藥物呢 就說最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阻止這個神經傳遞 令到這個患者呢 就不會產生痛的那種痛覺 那種痛的感覺了 例如呢 就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呢 就是 阿舌不靈感啦 譬如說在香港呢 很多時候呢 就會逼你痛啦 或者最嚴重一點呢 剛才說呢 就是癌症病患者呢 多數呢 就用一些鴉片類的藥物去止痛的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藥物上面啦 一些的止痛方式啦 而另外呢 疼痛的管理技巧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透過放鬆啦 降低這個緊張啦 和焦慮程度呢 也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在有需要的時候呢 去進行放鬆 和呢 去舒緩這個痛的 那現在很多時候呢 心理學啦 或者是醫護方面呢 都會幫我們呢 去透過一些不同的放鬆方式的 例如漸進式啦 冥想啦 引導啦 靜觀啦 那漸進式是什麼呢 我們做一些肌肉的放鬆 這些的練習 那這些呢 就是要持久這樣去做的 大家可以在Google裡面呢 去搜尋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的漸進式的肌肉放鬆啦 從頭到腳 去做一些的放鬆的運動 那這個呢 都有助我們呢 去預防呢 這些的痛感的出現的 那冥想式呢 就是說 我們透過幻想啦 或者我們透過我們講的 佛百日夢啦 去專注力的轉移 去幫助我們呢 就是當痛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這樣講啦 我們想一下其他東西 做一下其他東西 那就是從而就令到我們呢 就是沒有那麼專注 沒有那麼集中痛那樣東西 另外呢 就是說這個 講開這個 就是這個注意力的轉移了 就是為什麼注意力的轉移呢 是一個很有幫助的技巧呢 就是說 當我們呢 轉移了注意力的時候呢 是的確可以幫到我們呢 起碼那一刻可以舒緩到我們的疼痛 就是我們的痛感 因為呢 我們同時間呢 不可以專注兩件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做一個動作 就是說 如果你用一隻手 在這個頭頂那裡轉圈 跟著另外一隻手 在你的肚子那裡呢 左右兩邊橫擦 兩個動作同時間做 大家做不做到呢 是很難做到的 是很難配合到的 做一下呢 可能呢 你的左手在頭頂上轉圈 右手在肚腩那裡呢 左右兩邊走 就是這樣做一下呢 可能呢 你就跟著一個左手 一尾轉圈 或者跟著一個右手左右兩邊 這個解釋得到呢 就是說 我們同時間呢 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感覺呢 是不可以專注於兩件事的 所以為什麼呢 注意力轉移呢 可以幫到我們呢 去減輕和舒緩這個疼痛呢 作用呢 就是說 我們做其他的事 我們不要專注這個痛那裡呢 就可以幫到我們呢 可以舒緩到沒有那麼痛的 好了 直接到這裏呢 講了一些很理論一點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些什麼想分享一下 我有一件事 我當我讀中學的時候 我天天都頭痛 我一讀書呢 我天天都頭痛 不停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天天頭痛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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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每一天停的 到暑期的時候呢 兩個月沒讀書呢 我自然沒苦了 我上學的時候 由他回到 到我在加拿大大學的時候 他是一樣回到 這樣我很害怕的 那時候就看醫生要錢 在加拿大學不用錢 我就在加拿大學去看醫生 醫生的同伯子聽 因為這個同伙沒事 不是啊 我在加拿大學的同伙是痛的 這個呢 或者可能你先瞄一瞄 因為很多雜聲 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啊 我家裡只有一個因 是啊 剩下很多了 這個呢 就是 剛才說痛就有兩件事 一種呢 就是一個身體上面的痛 實實在在是有一些的病患 疾病和刺激導致到身體上面有些的痛症出現 而另一種呢 就是心理上面的痛 就是我們所講的壓力痛 而這種呢 我們俗語講就是一種無名的痛 就是我們身體上面呢 我們找不到任何的器官 或者的疾病導致到的痛 而純粹是一種壓力的疏痛 這一種呢 最容易出現呢 就是這個頭痛 胃痛 甚至乎一些生理的因素 例如肚瀉 原來呢 我們那個身體狀況呢 就是說 其實如果當我們感受到壓力的時候呢 就會影響到我們身體比較弱的部分 或者比較敏感的部分 剛才這位女士說的一件事呢 我都有經驗過的 不過我就不是頭痛 我就是肚瀉 當我到考試的時候呢 我就會肚痛 肚瀉的了 這個是我讀中學的時候 但是考完試了 又沒有東西了 我不用吃藥的 就是可以自然就會指到的 後來呢 就是跟一些醫生 醫護的朋友談 就是說 其實這一種呢 就是我們的壓力的痛 所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放暑假的時候呢 你就不痛了 還有另外那個時候呢 不知道大家呢 有沒有留意到呢 有一些人呢 是比較容易眉心那裡痛的 就是兩個眼球這個位呢 那裡痛的 多數容易痛這些的人呢 就是你留意到他 很容易就皺了眉頭的 這裡用很多的力的 是比較緊張一點的 那通常呢 這些情況之下呢 就很容易這裡這些位會痛的 所以為什麼那個時候呢 我們會 一件事呢 就是習慣成自然 就是說呢 我們多一些做一些專注力 注意力的轉移呢 是比我們慣性 當我們有一些不舒服的 疼痛的感覺的時候呢 我們立刻習慣成自然 我們就做一些事情 去轉移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從而減低這個痛的情況的出現 那如果我們呢 不習慣去做這些 注意力的轉移的技巧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很容易 當我們一痛的時候呢 我們就專注了 集中了在這個痛的感覺上面呢 就會更加加速了這個痛的深度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譬如說 我們呢 平時都做一些舒緩的活動 例如呢 我們做深呼吸啊 或者是放鬆我們的肌肉呢 當我們感覺到疼痛的時候呢 我們就很自然呢 就會做這些動作 有這些的反應出來 那就會幫到我們呢 即時我們舒緩一下呢 令到我們自己呢 不要那麼痛的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有些圖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也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不要介意 不要客氣 去和我們 大家呢 share 你看到什麼東西 不同的人 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的 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幅圖 看到什麼東西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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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其他人看到不同的東西呢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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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就是阿婆 這樣啊 有 是啦 這個呢 有些人呢 就看到一個美女 有些人呢 就看到就是阿婆 這樣 這樣 如果看到美女的話呢 這個美女呢 美女就是一條頸鏈 那這個是她的下巴 她的鼻子 這個就是她的口 這個就是她的下巴 她就是她的下巴 大家看到嗎 我不看見婆婆,看見美女 美女是旁邊的 看不到婆婆,看見美女 但婆婆的鼻子很大 對,這個婆婆的鼻子很大 這個就是婆婆的下巴 這個婆婆的口 那個一條線就是口 對 另一位看不見?看不到婆婆的位 看不到婆婆就是看見美女 看不到婆婆也是看見美女 好,看見美女是好 有趣一點 我再試一次 這個就是婆婆的額頭 婆婆的鼻子 看不見到? 婆婆的嘴 婆婆的下巴 你看到婆婆的眼 看不見到? 看見到 看不到 都看不到婆婆 看見了 現在看見了 看見了 看見到了 現在看見到了 就是要好注意才行 好可愛的 這些就能解釋到為什麼有些人一看 就看到婆婆或者美女 有些人看到美女 為什麼很久都看不到婆婆 這個沒有對峽錯 而是我們的感官反應 我們專注在哪一個部分 專注在哪裏 有些譬如說我專注在美女的輪廓裡面 我很難去看到婆婆的樣子 不過你們很好的一件事就是我試過有些參加者 他們很久到我完了講座 都是看到美女 看不到婆婆的 看不到那個樣子的 逐漸逐漸給大家多些刺激 試一下可不可以將我們的注意力擺在其他一個位置 可能會有機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好了 這個簡單一點 看到些什麼? 一個杯 一個杯 杯 有沒有看到其他東西? 兩個人 好像左一樣 兩個人 大家越看就會發覺越多東西的 剛才阿婆跟美女的那個是比較難看的 當大家看一看 你會發覺你越看越多東西 越看越快的 待會給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呢? 有一個男人 有一個男人 還有呢? 一個女人在這裡走著 是的 一個女人在這裡走著 還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這裡 我看到一個人頭 是 一個人頭 我看到兩隻眼一隻鼻 是的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到所有 我看到一個頭 看不到男人 一個男人頭 一個女人 是的 這是一個男人頭 是的 是的 這裡是一個女人 是的 你看到男人頭的時候 這個女人這裡就變成了男人頭的鼻 是的 大家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到男人頭和一個女人 我看不到男人 是 看到 如果看不到男人頭 這個就是男人的頭 見不見到我的三角形眼 那個cursor 這個就是下巴 這個就是我男人的眼 男人的鼻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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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男人的外形 完全看不到 你退後 你退遠一點 你退遠一點 你看看過 我現在看到她的眼 和口 我現在看到了 是的 你退遠一點 是的 這個女士很好 他提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退遠一點 是的 我現在看到了 看到眼睛 看到眼睛 看不到眼睛 是 因為我們太專注 太近 這件事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視野 我們就未必看得到這麼多東西 這麼全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抽離一點 退遠一點 好像剛才那位女士 非常之好 提出一個方法 就是你退遠一點 你所看到的東西 就會跟你近看 是不同的 好 好了 這個呢 這個呢 搞搞一點 越來越難一點 哈哈 好像女人 托起個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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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事情 這樣 還有呢 看到什麼 不要緊大家去分享 沒有對與錯的 這個 很主觀的 就是這些 有個女士 今天托起個腮 這樣 還看到些什麼 這方比較難看 這方比較難看 難看啊 這個比較難看 是啊 是 他右邊的那一幅是 那個 雖然都是托起個腮 但是 他的鼻很燙 左邊那個 不是很看到的樣子 是啊 左邊那個 不是很看到的樣子 還有呢 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就看到 這裡好像拿著一塊東西 然後摔了一些東西 掉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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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人就看到 這個像個女人 這個像個男人 哦 但是沒有答案的 有不同的人 看到不同的觀點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多些試一下 跟著我們來玩那些 多一些 你透過你說的話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們用什麼的方式 去看東西和想東西 也可以幫助我們 去解釋一下 我們怎樣在日常生活裡面 對外界一些的接收 好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A和B 哪一個轉得快些 是B B轉得快些 有沒有人覺得A轉得快些 有啊我覺得A轉得快些 A轉得快些 有沒有人看到兩個的轉速都是差不多的 我看不到它轉 我看不到它轉 兩個都有轉 但是我看不到 看不到是一樣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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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位答中了 是兩個都不會轉的 蛤 這是一個頭來的 是不會轉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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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什麼會看到人 B轉得快些 B轉得快些 就是A轉得快些 這個就是一個 受你影響 是 是 被你的質疑騙了 是 但是呢 為什麼剛才有一位女士 好像說 我兩個都不會轉的 那我是看不到的 我以為自己遲鈍 你不是遲鈍 是你的答案才是對的 這幅圖 這個不是一個影片來的 這個是一張照片來的 那張照片是不會動的 是一個固定了的 不動的物體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它轉呢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感官 如果看到轉的那些人 你怎麼跟他說呢 他都會覺得 他真的正在轉的 他真的正在動的 這幅圖就比較明顯些 你試試看 尤其是看著中間那裡 那條柱 你是不是覺得它在浮動動 是呀 是呀 在擺著 左右左右擺著 是的 但是這張又是不會動的 是一張照片來的 好 好了 我想問一下這個 大家覺得它是轉左還是右 有沒有見過這張 是呀 這個真的轉了 我先看一看 好像是轉左 再轉右 轉左 有沒有人看到它 轉左 或者轉左又轉右 是的 有啊有啊 轉左又轉右 是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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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排手啊 你們 轉左又轉 是呀 好像你說完又是 是呀 是呀 你好像你這樣說 你說完又好像是 是呀 好像是 我想問一下 這個真的沒有對付錯的 很主觀的 有沒有哪位朋友 只是看到它轉的一個方向 無論它是轉左還是轉右 好像只是轉左 那你看不看到它轉右 暫時還沒看到 如果看到轉左或者轉右的朋友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怎麼看到它轉左 怎麼看到它轉右呢 看到它的肩膀在兩邊擺的姿勢不同 是呀 這樣才快覺 就是你看它的肩膀 就看到它轉左還是轉右了 是呀 就是那個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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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同一個 我看它的腳 是 最初是看到它只是轉圈的 那個人是這樣轉圈的 但是當你留意它上半身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是擺下擺下 這樣是轉左轉右 嗯 嗯 好了 再挑戰一下你們 看到它轉左或者轉右的朋友 你可不可以控制它 你要它轉左就轉左 你要它馬上轉右就轉右 你可不可以做到 嘗嘗 嘗嘗 不行 我好像覺得它是幾個動作之後 它又轉一個圈 這樣 不是我控制它 是它控制我 但是你可以控制它 轉左還是轉右 是呀 就是 說給它聽 轉左轉右 不是呀 它不聽我說 我再給大家看一看 我再給大家看一看 容不容易些 你控制它轉左轉右 現在停 是呀 是呀 行不行 是呀 經常都是向一個方向轉的 是呀 你嘗嘗 你嘗嘗 將你們的專注力 擺在最左手邊 和最右手邊 那幅 就是有顏色那幅 有藍色紅色線 那兩幅 可不可以控制它 你說它轉左就轉左 轉右就轉右呢 是呀 這兩幅很容易 是的 是啊 就是這兩幅 就是我的頭又轉左 跟著它轉左 你不要轉到太多人 我怕你看完之後 頭都會轉 我怕得很眼花 好像剛才有一位女士說 你試試站遠一點 好 我想問一下大家 現在會不會容易一些 轉左轉右 你控制它 看到了 看到了 可以了 還不做到 現在正在轉左 現在你試試 你命令它 轉左 和轉右 轉左 不要它控制你 你控制它 當然 可以了 我覺得右邊是 是 Der 左邊的 左邊的是 左邊的是 由 我控制不了它 有 沒有人控制到 沒有 控制不了 沒有 控制不了 你將那隻眼睛放在中間那裏 跟著中間那個沒有線的公仔 跟著再納一納左右兩邊那個 可以嗎? 可以 現在這樣可以 可以 你現在是否可以控制它 要看中間的兩邊才可以控制 你只看左右的兩邊是控制不到的 可以嗎? 開始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可以控制它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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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做到? 做到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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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其他東西去幫我們分散我們的專注力的時候 我們集中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受它影響了 很難控制它轉左還是轉右 但是如果好像這一張這樣 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你看著中間的圖 接著你的眼睛就去 就是我們叫分散點 看著 顧及左右兩邊那個 就變成分散了專注力 眼睛分散了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主動去控制它轉左還是轉右 是不是現在 如果你 好像剛才有一位女士說 我只看著左邊或者右邊 它好像單一方向一樣 但是我專注在中間 而我納兩邊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控制到它轉左轉右 用這個方法 我看回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可以控制到它轉左還是轉右 就由我控制了 對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當我們面對痛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的著眼點 是不是只是擺在我們的痛位 我們腳痛 我們是不是經常就專注我們腳的痛 這樣就只會越來越痛 舒緩不到 但是我們著眼於其他部位 好像這幅圖一樣 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的專注力的時候 就會舒緩到我們 起碼有一刻我們不會覺得那麼痛 就是解釋到這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的專注力 會影響到對我們的感官的深度和程度 很多時候如果在早前 在這個PowerPoint 之前我在理論上跟大家說的時候 可能大家未必會這麼容易接收得到 但是看了這些圖文的時候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經歷 原來我們分散注意力 會影響到我們一些感官的接受方式 那如果這個方法不錯 它起碼不是吃藥 它也沒有副作用 是的 其實也是很安全的 當然它不可以取代藥 只不過它會幫助我們 透過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就令到我們對痛的深度 是沒有那麼強烈的 例如有些人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說我撕著自己 撕到我覺得很痛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用同樣的力去撕著自己 是我是一個拼著你的 李太太 好 你等一下 我要走開 因為我現在正在上課 我要先走開 是 如果當我撕著自己 我撕著自己 那時候 我看一幅圖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 痛的那種感覺 就沒有那麼強的 因為分散了我們的專注力 所以當我們面對痛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下其他事情 想一下其他事情 或者聽一下音樂 或者看一下電視 或者在網上 我們可以下載多一些 這些不同的圖 都可以讓我們玩 嘗試做一些專注力的分散 做一些專注力的練習 好了 看回這張圖 大家是不是 越來越多看到這個的 控制 行不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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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可以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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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一個就是說 你開始掌握了一些位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越來越容易 再看回這張 大家看到它 除了轉左轉右 還看到些什麼 有人看到它跳高跳低嗎 有人看到它跳高跳低嗎 好像跳高了這樣 是啊 是啊 有跳高的 這個好像看不到 好像是 看到它離開地下 是啊 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 錄了之後可以再看一看這幅圖 你可以訓練自己 從最簡單開始 就是說 我看一下它轉左 就是盡量看這一幅 那時候才看這一幅 轉左 和轉右 第一個 level 就是說 轉左 轉右 你都看到 第二個 level 就是說 你能夠控制到它 轉左就轉左 轉右就轉右 你會發現 你越來越掌握得到 越來越掌握得好 和越來越掌握得快 所以剛才我再問大家 所以剛才我再問大家 去看它 你控制它 轉左轉右 是不是快了一些 大家都覺得是 越來越掌握得到 是啊 你就看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接收 會幫到我們 去怎樣 去做這個分散 和專注的 方式和技巧 而這些技巧 正正是很幫到我們 去舒緩我們這個痛的情況 就是說 分散專注力 有多痛 就視乎你的著眼點在哪裏 你永遠專注 你的著眼點在哪裏 你只會越來越痛 但是痛的時候 你做其他的事 可能做一些練習 做一些exercise 或者做其他的事 分散了一個專注力 注意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沒那麼痛 可以幫到舒緩 這個也是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最容易幫到我們 也是最實在地 可以幫到我們去舒緩這個痛的 另外就是自我管理技巧 就是說透過我們主動去參與 了解疼痛的資訊 改變一些信念 還有建立一些個人的行動計劃 還有找一些同路人的支援 其實這個呢 在我們移刊 本來呢 我們就跟Gibson Center那裏 有一個長期病患自我管理課程的 但是由於這個疫情 那我們就延遲了 這個課程的裏面 都是一個免費的課程來的 是有六堂的 那你都可以幫到我們 怎樣去管理這個長期病患 和這些的痛症的 那如果將來呢 當疫情過後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在Gibson Center那裏 都會有這些課程 更加深入和大家分享 面對痛症的時候呢 有些什麼的方法 可以舒緩得到 和管理得到的 好了 那今天所講的就差不多了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的分享 或者什麼的問題 請問這些到時看不看到 有沒有放上網啊 應該有的 那我就 我猜Monica 就會將這些資訊 會放上網 通知大家的 OK 麻煩 我是 我又想問 譬如痛 我都同意 就是說 不要痛 不要經常打算痛 只要日常生活 是 但是一旦 做完事了 坐下了 靜回了 那又痛回了 那怎樣 經常都要令自己動 有時候 怎樣 怎樣說呢 那 怎樣 怎樣做呢 這個就是 我明白你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總不能夠經常做事 不痛 不痛 都累 累死 不痛死都累死了 這樣就要說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可以去學一下 那 譬如說 你的課程裏面 都要有詳細些講述 不過現在呢 就沒有這個課程 那大家都可以Google一下 就說一些肌肉 漸進式的放鬆 肌肉的放鬆 例如呢 譬如說我們做完事了 我們呢 坐在沙發那裡 我們怎樣做一些由頭到腳 一些放鬆的運動 那大家暫時來說呢 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或者聽一些的音樂 或者聽一些的歌 幫助我們呢 去用另類的方式去放鬆我們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做這個專注力的轉移 但是呢 無論我們是做事 或者做放鬆 或者專注力的轉移 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有些人不行 有些人不行呢 就是那個 有沒有用心去做 集中去做 正如剛才那個 轉左轉右那個 如果你用心去看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它呢 轉左轉右 但是如果呢 你不去集中的時候的話呢 你很難去看到它呢 究竟轉左轉右 所以呢 所以呢 無論你又用什麼的方式 你做放鬆的時候 注力轉移的時候呢 都要用心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個效果呢 是不太行的 所以呢 剛才你這樣說呢 比如說你做完事了 那可能做事的時候呢 你沒那麼痛 你做完事 坐在那裡 又可能慢慢的痛 又走回上門去找回你了 那當你感覺到你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些放鬆的技巧 比如說肌肉的放鬆 或者一個冥想式的 就是我們的發白日夢啊 或者想想其他東西 那這個呢 也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去做這個痛的舒緩 或者可以解答到你的問題 那現在網上呢 有很多呢 都可以搜尋到呢 一些的exercise 是可以幫我們放鬆的 甚至乎呢 有一些呢 是加上一些的音樂的 一些的輕音樂 可以幫我們呢 去就是 跟著 他的音樂 和他的動作呢 去做這些的放鬆 或者是有其他問題 或者分享 我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我現在的 左手 有個筋膜發炎 有時候動就很痛 那麼 那有沒有得處理啊 怎樣處理啊 首先呢 你要問一個醫生 那究竟呢 這個呢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的 舒緩的動作 我曾經有個婆婆呢 她是有類似這些的情況的 那麼醫生呢 就轉介了她 她的健物理治療師 那麼呢 就幫她做一些的 教她做一些在家裡 一些的舒緩的動作 那麼她都說呢 初初做的時候呢 是有些緊的 有些痛的 但是呢 慢慢做放鬆的時候呢 就會 會舒緩的做得好一點的了 那麼但是呢 那婆婆說呢 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呢 就是那個治療師呢 你做的時候呢 就放一些音樂去聽 或者放一些歌去聽 或者放一些歌去聽 一直做 那你就 那你就 將那個專注力 不要放在那個手那裡 就放在那些音樂那裡 那這個呢 是一個輔助式的 嗯 OK 如果不 就是說 分散你的專注力 OK 把它集中在同樣東西那裡 那會幫到手的 但是如果不做 因為要 怎麼說呢 要付錢嘛 就是 物理治療 那如果不做呢 會不會自己好呢 這個呢 因為我不是醫生 我就回答不了你的 OK 就是 反而就問那個醫生 就說 那個症狀 去到有多深層 好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問他呢 我有沒有什麼的方法 去避免了他 惡化 或是 或者 加一個疼 是的 OK 避免了你 例如 有些人 我曾經有個案 就是說 他有坐骨神經痛的 那他就因為他痛嘛 所以他就整天不願動 那他就坐在那裡 怕他動就痛了 原來這樣還加深了 他痛的那個 惡化程度 那所以呢 後來呢 就跟醫生談了之後呢 反而他就說 他要坐下 走下 動下 再坐下 走下 動下 但是這些時間不可以長 就是他不可以長期坐 也都不可以長期站 不可以長期動 那變了呢 他就透過 為什麼呢 就認識這個痛症呢 就是他的痛元 促成他痛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一些什麼的方法 可以幫到你呢 去鬆弛他 從而呢 就會減少呢 這個痛的出現的次數 或者是深度的 有機會 那當然這個你可能 要跟醫生 或者醫護人員去瞭解一下 你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不要避免 OK 謝謝 不要避免 不要惡化他 是啊是啊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問題很好 謝謝Licky 是 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呢 都希望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 你改變不了 減低不了你的 就是控制不了你的痛 但是呢 你可以控制你 沒有那麼痛 或者舒緩這個痛的 透過 助力分散 以及一些的 日常的生活的 習慣 的改變 去幫到你 避免這個痛的惡化 那麼這個過程呢 當然 可以的話 就跟我們的醫護人員 去了解回 或者我們去找一些資訊 去看回究竟 有什麼因素 促成到你有這個痛的出現呢 還有有什麼方法 去可以避免到 令到這個痛呢 或者這個症狀惡化呢 或者有沒有什麼 exercise 或者有什麼方式 去舒緩都沒有那麼痛的 那麼這個呢 都可以幫到我們呢 去做這個痛症的管理 和控制的 好 那麼 到這裡為止 那麼 希望大家呢 能夠可以 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是舒緩都沒有那麼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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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希望大家 疫情過後呢 都可以有一個的課程 長期病患管理課程 和一個長期痛症的課程 可以幫到大家 有更多的資料 和資訊 去怎樣控制這個痛的 好 那麼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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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